女人 见过石夫人 徐姑娘不要客气 下去吧 是 不知夫人找我何事 今日我在花园瞧见徐姑娘 心里喜欢 就让人去打听了几句 听说姑娘已经没有父母亲了 无处可去 正巧 我也无儿无女 故而想留下姑娘 在府里做个伴 平时呢 帮我抄抄佛经和家书 其他的活计就不用了 月银的话 就照我府里一等丫鬟发放 不知徐姑娘意下如何 夫人厚爱 秀儿惶恐 我只不过是顺手帮了两个老奴一把 也不是什么难事 怎么担得起夫人这番好意 我知道 我这么问有些冒昧了 不知夫人厅 許姑娘心中定是存有疑虑 不瞒你说 我曾有个妹妹 我们一同长大 从未分开过 只是在我嫁人后不久 她突然重疾离世 但是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至今我心结难输 我那个妹妹 同徐姑娘一样 有一双信眼 乖巧通透 又识文断字 我看着徐姑娘 就觉得亲切 和我那妹妹一样 修儿不好 勾起了夫人伤心事 我提这些呢 也不是想为难徐姑娘 姑娘若是愿意 就留下来 不愿的话就算了 夫人照搬好意 我自然是愿意 夫人不必客气 以后换我修儿就好 好啊 老爷回来了 回来了 这位是修儿 是跟小侯爷的朋友来的 我看他能写会算 又无亲投靠 留在府里做个帮手 夫人做主就好 小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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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们小侯爷去哪儿了 老爷方才带了一队人来 把小侯爷抓走了 抓走 抓去哪儿了 这我不知道 糟了 阿满啊 那个老夫已经派人明天送你出城 至于怎么去北墨 你自己想办法 石将军这是何意啊 你把小侯爷抓去哪儿了 不是我要抓小侯爷 是太子要杀小侯爷 这一夜 要怎么把小侯爷救出来 老夫现在也没有办法呀 石将军留步 小侯爷 小侯爷既然是我阿满的朋友 那我自然不会丢下他不管 据我所知 太子是为兵权而来 对吗 这你都知道 对 太子手无兵权 在朝廷的地位非常尴尬 已经几次三番地想拉拢我 我呢 是不想参加皇权斗争 所以一直没有去答复 小侯爷呀 刚出圣都不久 地方上根基不稳哪 小侯爷根基尚浅 正是我和将军 营救他的筹码 你有办法 豫州近日 是否有延误比赛 对啊 哪哪 gider啊 一 动作 tendency 狯爷 你 是背对一个 什么一个人 地弄身 看什么 Vu 吓死我了你 你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进来有一会儿了 我看你门没关 我就直接进来了 石将军已经同意了 说我在训练之余 可以多陪陪你 走 跟大哥出去 逛街去 走 大哥 我这衣外没穿呢 一会儿再尿个尿 你先出去等我 尿尿啊 来 弟弟 尿糊 咋的 害羞啊 害羞大哥不看 大哥 我这 这从小只有一个习惯 这有外人在我尿不出来 大罗爷们儿 你怕啥呀 军营里都是这样的 来 大哥给你马上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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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病 咋的 兄弟 有病啊 那行 那你快点 大哥过会儿带你看大夫 好 是 大哥 等我 吓死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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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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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休息一下 你啊 这下该怎么办 我也不识字 谁知道这帖子 该分别送往何处呀 都怪你撞我 不然我也不会弄混的 你自己摔跟头弄坏了差事 你反倒怪别人 要不你回去问问夫人 你可别害我了 前两天我刚算错账受罚 可不敢再到夫人面前去偷闲了 那 那 那你就自求多福吧啊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大娘 啊 你若不嫌我多事 不妨拿过来我瞧瞧 那就有劳徐姑娘了 徐姑娘 这张是 承东瑶园外 邀请承守大人 夏月初二打猎的帖子 这张是 承熙武校尉 邀请夫人 赴生日宴的帖子